好,那這禮拜一樣要跟大家介紹下禮拜的活動 那一樣是四個重點 那第一個我先幫大家整理出一些小重點的整理 整理出四個 那第一個要先跟大家說 戰利級復刻 然後這張卡是藍托 現在用到的機會比較少看到它 然後一樣戰利級你打到7萬分的時候會送你一張計時的 好,那再來看一下第二個 墮天解放獎勵 對,因為這個應該之前有講過 你第一階段四肢解放的時候會額外再獲得 鑰匙、靈魂、風頭還有泥彩鳥一隻 然後當然這是第一階段 然後到時候第二批解放的時候也會有第二階段的獎勵 好,再來第三個 輪迴復刻 對,這是舊輪迴 然後他說關卡有種族限制 人類、龍類、獸類將不能進入關卡進行戰鬥 然後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其實輪迴就是不能吃石頭復活 然後每天可以挑戰10次 然後以及分別對於你通關的層數都會獲得額外的獎勵 然後再來第四個 競技場的晉級試練又要開放了 然後就大家可以去打那個軍階 然後以及我們最近開放的丹尼斯 他在6月10號的時候也開放了他進化的分支 就是光屬性的進化 而且丹尼斯在競技場是都可以兌換的 有興趣的話就不要忘記囉 好,那我們第一個小重點就講完囉 那再來第二個要講的是地獄及復刻 那重點來了 我們復刻的關卡有 孤禍鳥跟劫梗 那這邊先講一下捷梗 他現在比較少人在用 但是他有一個隊伍能力是 他會跟隨隊長的屬性 對,所以有些人可能比較不知道說 欸,為什麼感覺看別人影片的捷梗屬性 竟然不是暗的 對,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回到今天的主角 孤禍鳥終於復刻啦 這張卡在之前感覺還好 但隨著秦始皇甚至夏娃 這些魔族的隊伍開始出來之後 其實他就變得是相當熱門的隊員 以現在這個魔族當道的版本當中 他幾乎是一定要刷的一張卡片 那大家就不要再錯過啦 然後另外再稍微講一下 可能這個被動很多人知道了 但是還是有少部分的人不知道 對,孤禍鳥如果你帶三種不同屬性的話 那他的主動劑還會加強 會多了一個減傷的效果 而且這個減傷是30%相當的實用 所以這次下禮拜的復刻不要再錯過囉 好,那這邊那第二個介紹完之後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的神魔女將的活動啦 除了當時的人氣冠軍宏林之外 有一張卡片嘛 那其他有得名的女將 神魔之塔也有特地為女將做了一個 他的專屬造型 現在玩家只要通關相關的關卡 就可以直接獲得該造型 然後一個關卡分別對應一個女將嘛 然後一開始登場的是 慕容使倩倩 她會在6月14號到6月20號登場 那再來第二個要登場的是 雙魚公娜美 她會在6月21到6月27 然後再來第三個要登場的是 毛倉記喬喬兒 那她是在6月28號到7月4號 然後再來第四個要登場的是 仙女座喬喬 那喬喬的話會在7月5號到7月11號 然後再來第五個要登場的是 水屋小雪 對那小雪她會在7月12號到7月18號登場 那再來最後一個是火龍使木子萱 對 然後關卡開放的日期是7月19號到7月25號 對每個女將開放的日期都是7天 那這邊大家就要把握這些時間去打女將的新造型喔 好那最後一個要介紹的就是我們 墮天的卡霞要復刻 對 因為配合墮天的潛能解放 卡霞也會跟著復刻 那時間是6月10號到6月30號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我們卡霞復刻有大獎加倍嘛 但是這一次是卡霞一復刻的時候 就直接大幅提升抽到大獎的機率 對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卡霞的內容 那卡霞內容一共有8張卡片 那大獎分配也是 亞伯漢、切西亞以及撒旦 對然後另外搭配5張小獎 對但是小獎裡面我覺得 龜爾跟薩斯姆算是實用度還蠻高的卡片 好那第四點也介紹完了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那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